歡迎收看海外賽事攻略 這個星期日沙田沒有馬跑 但越洋賽有很多次 因為先在上午有日本方面的賽事 維多利亞一里塞賽馬日 說明賽馬日不止一場賽事 日本時段將會轉播七場賽事來到香港 到了星期日的晚上 有法國二千堅尼大賽日的賽事 那晚將會轉播五場賽事來到香港 維多利亞一里塞都被譯為春季女王 如果贏得到的話 第六場 第五場就是前女王 真的是福特加命名的福特加杯 留意一下也是一樣 由本賽有很多有泥有草 也有很多一節馬賽 好,我們先看維多利亞一里塞 就是在東京競馬場跑的1600米 大家很熟悉的 安田紀念賽的路程 很熟悉的,就是東京競馬場 對面直路起步點 剛好就是彎位接合點起步 一點點上車 最後直路階段都接近580米 五屆五六檔都是實力馬 先看六檔 假面過幾這隻莫雷拉的座騎 看看能否幫十野太子 贏一場一級賽 上次一擺莫雷拉表現得很好 高峰山道也是去年NHK的頭三級馬匹 今次也穿田障瓦 排檔也好一點 排了個五六檔 另外就是回兩寸 相信也是很受注目的馬匹 跑完這個杜拜草地大賽 排了個十檔起步 還有一些不倒名花 這些都是比較熟悉的 排了個一檔起步 燕妹華彩 近期的成績就是沒有什麼科目 排了個三檔起步 好,我們先看參考賠率 喊排位之後就馬上看到了 暫時追收注目 回兩村 挺難為他 合著海外的賽職 即是級數方面 他驗證的多數 只有兩批級賽冠軍 回兩村和二梅華彩 都是同馬房 其他暫時都是二級賽水準 所以簡面過幾 你看看莫雷拉 全日我們轉播的賽事 其實都是熱門來的 所以這隻也很受重視 再看下去 其餘都是村田翔瓦 高峰山道 這些已經十倍 為何獨大 大家應該還記得回味 杜拜草地大賽 那晚真的跑得精彩 這場馬 其實這隻匯兩村 上年去到較後時間 莫雷拉騎 好像打醒那隻馬 之後 騰高峰泰波 贏了一里冠軍賽 然後換外國騎士 一樣保持到 上次在杜滿諾 你看這個 其實以為他贏了 真的以為他贏了 這幾部朴Sir 跟宋達駒逼著上來 這家書 所以級數方面 是高的 現在唯一想想 給國寶上去 按照這些馬 都很容易發揮 上年用過很多不同的騎士 都能夠發揮到後勁 國寶現在就累積 差兩回合 四千五百場 應該今個星期有機會達成 跑這一馬 蓮馬斯也有說 其實上次遠征杜拜之前 一早就計劃了這場 維多利一里賽 他覺得狀態 比他在香港跑完 之後回到日本 現在是來得更加之好 這個要相信蓮馬斯 始終今次是出兩級賽冠軍 還有這次匯兩村 上季好像跑得東京一般 但是你看看莫雷拉 贏了一場 正正是東京 沒理由不行 只不過當時的制裕 或者較早時間 這馬還未成熟 所以差一點 我覺得這次回來 當然後上馬 武風騎後上馬 看看有沒有勝局在網 希望他能保持 但雞能力上 我想你頭四選 不能放棄他 甚至應該走投 反而其他的戰士 可能更加值得看 好像這個板神噴馬錶 就是莫雷拉的假面哥基贏 當時真的挺好看 他贏得上來 輕鬆的 我覺得他 薑成是鬆鬆的 跌一跌 都要撿回 這裏 我不知道他 他是刻意騎 去外面 因為馬真的是外閃 好像兩種都有些 這裏跌了腳石 但又不用那麼後 如果你記得馬上季秋華 想狂追到自由島 又包尾追上來 比自由島更快 那馬不用那麼後 這跑法 這場莫雷拉證實 給大家看 跟蹤就夠了 因為這場他是要保重的 因為你看回 前一次在東京新聞盃 當時跑到第六 我覺得加上場地 當日看回很多場 放在前面就有好處 而且他走著三碟 都挺虧虧 好,追不到 所以換人 馬上都能夠保重 我想上年零秋華 想趴著自由島 不說得少 我自己都覺得 當年剛才的數據 不算很突出 東京新聞盃 馬上起步 輸了一條街 起步漏罩 輸了 所以一定飛去 墨田仔 沒辦法 但這個列馬斯 剛才說起 十野太子 當年是郭居聖賢的副手 統治地位 即來香港 都有一些負責打點 這馬是統治地位的女兒 還有這麼有趣 這馬這麼巧 剛剛跑為多 是利亞里塞人 是正一 馬山 所以看看十野太子 2021年開倉之後 可不可以贏回第一行 一級賽 看看橡木城 橡木城一交給莫雷拉 就交到好表現 說到莫雷拉 大家都知道 她現在在日本 正在乘客串 排不太久 至少是六月 但這段時間 她在級制賽的成績又如何 很厲害 其實她現在十九輪 勝出率僅次於 川田章雅 都贏了 雅琳頓盃 櫻花獎 橡木城 剛剛是NHK的理賽 第四 其實二千堅里那場 她很大威脅 稍後橡木城又請教 橡木城又換了人 對 因為橡木城去巴西 跑大賽 其實說到莫雷拉 上個星期周末 那個手風是非常旺的 五月四日賽 那裡她連贏 差不多五輪 氣勢很厲害 所以這次《減免歌姬》 我自己也挺看好的 好了 另一條戰線 中山噴馬錦標 三月初那場 都有不少馬參加這場賽事 決至嬌棄 海螺尾背 海螺尾背 就是在前面走的 留意這場馬是1800 在中山跑1800 海螺尾背 應該今場都是放後馬力 應該都是走的 還有岩田望來 跑這隻 沒有動那隻 減免歌姬跑 一直放 其實她之前東京贏1800 那三節馬賽跳上 都難度高 看來就贏得蠻一點 因為中山的1800 還要是中山 尾那兩步難捱一點 都可以 但她自己本身比較特別 上年她跑櫻花上 跑得差 跑第十五名 之後就在兩圈 下半季之後 贏了特別賽 之後就上去秋華上 但都不行 所以算過級數 是否至於表列 三級賽會比較好 挑戰一級賽 難度都會比較高 希望這組 剛才數內只有兩支一級賽 用軍 又不太強 希望都會跑近 剛才看那隻決志嬌棋 她都有一些 跑錯了 中間就走上來 都不是最佳跑法 因為上年尾 其實贏了一場 正正就是 守個好位 慢慢轉出來 就贏了 沒錯 看這場 綠松石錦標 她起碼不會走出去 順次在中間 游游游游 已經沒有了 這裡一直守著 高多分的馬 慢慢轉出來 這隻都大震撼 那些馬 都有能力 當然 李武華 跌完馬 受傷 上禮拜出來不適合 你看看NHA走位 你就知道 心理上 都可能還沒有完全 避開一點 但這些馬 其實我覺得這些馬 我看李武華 有一點點趕著復出 因為杜拜 都要留遠觀察了 一段時間 上星期才復出 跑三匹馬 兩隻入球 因為那隻是百搭二成 真的 一點點不是很合適的狀態 NHA跑過第二 跑三隻 雖然上星期接馬 不是很多 但為何會接到高多分馬 以往 跑得比較少 他贏了一次 去年 苦中噴馬 錦標東京那場 他跑第四 但在魚翁那場比較 他是未上最頂級的位置 所以決志 和剛才的海洛尾背 你可以比較一下 因為一部分是跑錯的 其實這隻高多分馬 我也喜歡吃多一點 希望李武華 盡快將自己的狀態提升 好 這場賽事 看起來似乎形勢 不算太複雜 出馬多 如果選了一匹初選的話 哪一匹喜歡的 我喜歡高峰山道 當然有收拾好一點的檔位 其實之前他出道初期 跑著千四 之後柳先生能錦標 也拍得好 當然NHK錦標 我們都見過 一里再 能夠上得名 對著轉彩 大現重籌 不差的馬來的 其實上次都是的 東京新聞杯 又是走著外碟 回到來我覺得自己 騎下去不夠硬 但踏完一場 怎麼都會好些 回來東京競馬場 又撿到一個漂亮檔 所以都選他 日本的跑馬 要是川田將 要是李武華 對抗到莫雷拉 莫雷拉 解面過機 如果拿著上季抽華賞的後勁 加上今季復出一場 剛贏了一場 在居中擺前走 很彈性 變成了東京馬場 相信都合適 未見底 看看練馬師 能否贏一級賽 剩下 其實匯兩村 我想你能力上都不可以 撿起他 還有缺節要求 兩種我都喜歡 不過如果比較 要先走一匹 怎麼都是匯兩村 沒辦法 因為始終都是 級數證實過 還有現在的匯兩村 比起我們 初初來到香港的時候 好像又不同了 有點像先見 回到日本之後 更好馬 唯一希望 武方 你對著這麼強的對手 走位機靈一點 跑出水準 應該要贏的馬 選擇初選 還是選他 好 第一節我們談完 維多利亞一里賽 小優回來之後 到節目的第二節 我們跟大家談 法國二千堅里大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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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